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大厦的居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啊 这个小区里的违法搭盖非常严重 楼顶的这个违法搭盖呢 是堵住了居民家里的排烟的管道 就连二楼通往一楼的楼梯通道 也被违法搭盖给占了 了解情况以后 我们的记者也到达了现场进行了调查 湖里天海大厦一共有两栋高六层的居民楼 其中一整栋在经营快捷酒店和足玉店 而另一栋的一层则经营着一家超市 用于居住的就只剩下内侧这栋楼中的二到六层 共有17家住户 从外表看 两栋楼的顶层都被违法搭盖占领 六层楼变成了七层 通过楼梯走到小区内部再看 就更夸张了 里面就像搭积木一样 从二层到六层 长层都有 就连一个供居民休闲的凉亭 也被违剑包了起来 全部都是租给这些什么 这个是族裔 然后那个是酒店 我们做十几年都不知道炒了多少次了 它这个你明显的看到 它就是要把它关起来 占为己有 下面就是一个 他们现在再来做仓库 然后导致于我们的那个小区 又被那个了 原本天海大厦有三个出入口 其中两个都要通过这个被堵的楼梯才能出入 而现在这里已经被封死成了仓库 楼梯间被堵后 原来的出入口又变成了什么样呢 路口我们是可以从这边走 因为我们这两栋小区是相通的 但是我来的时候它也就封掉了 之前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敞开的空瓶 就是一个类似于停车的地方 这是可以停车的 里面还很宽 现在居民们只能从仅剩的一个出入口进出 不仅如此安全隐患也很多 在小区三楼的平台上 足余店设置了三个水塔 里面的水经常会溢出来 漫到二楼的平台上 这条回家的必经之路也变得十分湿滑 更夸张的是 居民家里厨房的排烟管道 也被快捷酒店在楼顶的违法搭盖给堵死了 大家只好令设排烟管道 你现在烟也出不去啊 整栋楼的排烟 你看我们整栋楼的烟全部自己 出不去没办法 没办法上去啊 哪里都上不去 反正我们搬过来的时候 就是没有办法了 就没办法上 随后记者向湖里城管反映的情况 湖里城管 湖里中队 执法人员很快赶来查看 执法人员表示 这些违法大概是之前遗留下来的 他们需要调取相关资料进行查证 但考虑到已经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他们会先对其中部分违法搭盖进行查处 目前能够解决的问题 就是那个二楼的水塔 我们整体下个地方 这个通知业主整改 如果业主不整改的话 我们强制拆除 楼梯口这块的包括这块 我们相关部门调取它的相关资料 查证它的来龙去脉 现状和原来和以前的到底什么情况 湖里城管表示 前期他们已经对快捷酒店 没法搭盖进行了处理 并要立案处罚 目前酒店方面已经同意 先将被堵的排言管道疏通 记者王云坤洋人杰报道 上个星期我们栏目呢 是对铜安大桥丙周段的 桥面污染问题进行了曝光 此后包括铜安交警 交通执法 城管在内的多个部门 开始进行联合执法 那么如今那里的情况 是否有所转变呢 上午记者再次进行了回访 我现在呢依旧是在 堵安大桥丙周段附近的 这个扎道口上 那么距离上一次我们来到这里呢 已经是过去了近一周左右的时间了 通过身旁的这个路面呢 以及这个桥上的栏杆 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 被人为清理的痕迹 那么在这里采访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也是几乎看不到 有任何一辆扎土车 通过这个扎道上堂安大桥 不过呢和这个堂安大桥的路面相比啊 这个扎道口的这个路面呢 显得并不是那么的干净 现场记者看到 在扎道上桥处附近 同安交通执法和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正在执勤 我们从22号就开始过来嘛 这段时间我们就是在这边蹲守 20小时蹲守 然后四班三运转这样的白轮流嘛 控制他们不要超载是不是 你们怎么控制呢 就只要他们的盖子 还要遮挡 对吧 他们有时候就是有些没遮挡 没遮挡你们会 跟我们赶回去啊 我实在说不听就给他们扣住啊 记者了解到 不仅是在这个扎道口 相关部门还在滨海西大道附近的 另一个沙场的出入路口 安排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蹲点执勤 严防超载扎土车上路 同时海洋执法部门也加大了 对海上运沙洗沙行为的监管 相关部门表示 一些无资质沙场将力争在春节前被取缔 我们也跟这个沙场 这个洗沙的 也细致的做工作 陆路跟他们讲 所有那个洗沙的特别都一定才 等于说他现在这个沙场是没办法 再继续应典了 所以我目前才记得错 就是让他春节之前 把这些所有沙场 都把他取缔掉 记者消新段志伟报道 春节临近 很多人都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过年了 近日厦门铁路警方在巡查中 就发现有不少旅客 存在携带危险违禁品乘车的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 25号下午三点多 在厦门北站近站大厅 旅客们正在陆续过安检近站 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将一个手提袋 放在了X光安检机的传送带上 经检查 安检人员发现手提袋里有异样 这名男子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坐动车 并不知道像鞭炮这类危险品 是不能携带乘车的 民警耐心对他宣传了 铁路运输安全的相关规定 并将这些鞭炮收缴处置 铁路警方介绍说 临近春节一些返乡旅客 由于安全意识淡薄 会携带烟花爆竹等危险违禁品来乘车 据统计从今年1月1号起 厦门铁路警方就先后查获烟花 鞭炮 易燃易爆和管制刀具 锐气 钝气等各类危险违禁品三前余件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 进站乘车前一定要先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防止携带危险违禁品进站 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同时警方也将进一步加大安检力度 确保春运旅客乘车安全 记者咸云 特约记者林毅静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铁建设 今天上午呢 厦门地铁三号线的施工现场 迎来了一个大块头的工友 它就是目前全省最大的一台悬挖钻机 那么这位新工友到底有什么本事呢 我们到现场来看一看 这个大块头工友是一台德国宝额 BG38悬挖钻机 是目前在中国组装的最大型号的 同时也是福建省内最大的一台悬挖钻机 它的装径最大可以达到3米 入延深度可达120米 因此也被称为入延神器 面对厦门特殊的地质条件 BG38悬挖钻机将在地铁三号线建设中 发挥巨大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基础施工 朝着装径更大 深度更深 地质条件越来越硬的这种方向发展 那么厦门的地质条件在全国的话呢 是属于最硬的地层 以前路延作业的话非常艰难 进度很慢 会大大影响工期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路延神器以后的话呢 将会对地铁的施工工期有一个很大的保障 据了解 以往打桩冲击钻一旦遇到严层 往往需要一个礼拜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作业 使用中还会对周边环境和地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而宝额BG38悬挖钻机 却能保证在一天内完成单跟桩的作业任务 不仅如此 它还具有稳定性强 油耗低等特点 可以减少对环境和地质的破坏 地铁施工只是悬挖钻机应用的一方面 对于高铁建设 高铁的地基处理 包括我们那个超高大楼的基础的一个打桩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记者胡蓝蓝 吴公豪报道 放寒假了 图书馆成为了一些阅读爱好者的好去处 那么今年的寒假市图书馆 都为大家提供了哪些阅读服务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市图书馆大厅里 记者见到了这间小小的朗读亭 在这里 读者可以点击自己喜欢的选段来朗读 还能保存到自己的手机里 别看朗读亭小 却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兴趣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阅读是立体的 那很多读者呢 不单喜欢阅读 他还喜欢把很好的一些 读书的一些名记 名段 一些诗歌 这个朗读出来 会推动他对这个诗歌 这个还有一些散文的这种阅读兴趣 除了提高读者们的阅读兴趣外 市图书馆还全新推出了 刷脸借书的新举措 市图书馆最新推出的高科技刷脸借书 究竟如何操作呢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用微信绑定 加门市图书馆的公众号 进入微服务大厅之后 点击微信刷脸 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 上传成功之后呢 就可以在这里进行刷脸借书了 市图书馆表示 目前管理可以提供刷身份证 借书证 扫描市民卡二维码 输入证件号和刷脸五种借阅服务 大大方便了市民的阅读体验 今年一月图书馆法正式实施 法律明确指出 公共图书馆要建立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 推动全民阅读 目前我是已经初步构建起 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 建成了259座图书馆及服务网点 对没有覆盖到的地方 还推出了汽车图书馆服务 另外今年下半年位于极美新城的 市图书馆分馆也将建成投用 极美新城建设的一个六万平方米的 这个新馆可能就要建成开放了 那在新的图书馆呢 市民可以体验到一些智能化的 这个服务设施 还能体验到一些个性化的 这个阅读服务 还有一些新媒体阅读的服务 记者王玉坤段志伟报道 近日记者从市慈善总会 召开的第四届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上了解到 2017年市慈善总会 共向社会募集了慈善款物 约2.8亿元 在市慈善总会第四届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上 恒心集团任捐2000万元善款 定向捐助医院和学校 特房集团冠名慈善基金 增资1600万元 银路集团董事长陈清渊先生 捐赠1000万元助学善款 同时 厦门湖西岩寺 增资慈善基金500万元 厦门市南普陀寺慈善会等 慈善团体或企业 也各任捐100万元 为我是慈善事业 添砖加瓦 这次主要监管的2000万 主要是要准备做在教育跟医疗 包括医疗卫生 监管医院 学校 幼儿园 这些都是我们恒心集团 长期监食做下来的一些项目 据了解 2017年 厦门市慈善总会全年款物收入 2亿8667.95万元 比2016年增长20.2% 这些上款大部分用于 住困 住学 大病救助等方面 售获群众达到2万人次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骗子冒充公检法来诈骗 两名群众险些上当 市民巡查组在走访中发现 增村西路周边存在着 环境脏乱的问题 收入讯帮我们来关注一下 通过走访能够看到 塞增错安西路与增错安 北二路交汇的街边墙角边 一排敞开盖子的垃圾桶非常显眼 远远就能闻到阵阵臭味 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上 摆放着很多废旧桌椅 摊位车等杂物 一些绿化围栏也已经散架倒敷 路边这根交通设施杆 生锈倾斜存在安全隐患 另外附近店家的广告牌设置也不规范 一些灯箱电招占到摆放 种种乱象 有碍市容观瞻 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引起 属地滨海街道的重视 协调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 本台记者报道 春节就要到了一些商家 想趁机赚一笔 于是偷偷卖起了烟花爆竹 存在安全隐患 近日海仓警方对这些非法储存 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了打击 1月22号下午 中山派出所民警结合前期掌握的情况 深入辖区城中村等地 开展烟花爆竹统一清查行动 其中一组警力在石塘村 以寺庙旁的小卖部仓库内 查获了大量烟花爆竹 小卖部隔壁一个房间 存储大量的烟花爆竹 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消防设施 没有灭火器 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基本的 什么喷零系统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活动的平房 很容易引起火灾 没有取得安监部门颁发的 销售存储的聚可证 当天六组警力在中山村 敖冠村等地 一共查处了六处 非法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的商店 现场查获15箱鞭炮 112串散装便炮 以及多件烟花和擦炮 并对情节较重的三名经营者 进行了行政拘留 那已经发现了这个非法储存 这个烟花爆竹了 非法销售了 一定呢 我们这个根据资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进行的资安处罚 同时呢 我要求了这个我们的辖区的这个群众 对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 去购买这个烟花爆竹 同时呢 再引起这个南方的弃义 这个来南方 此外 小安新店派出所在禁放茶飞专项行动中 也查获了六起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案件 收缴各类烟花爆竹三百多件 记者于伯飞高志强报道 一名男子呢 这个之前啊 因为各种罪名五次入狱 近日男子又因为缺钱 四处盗窃手机 最终被同安警方抓获 监控画面显示 1月6号清晨6点多 一名黑衣男子来到同安同兴路旁的一家网吧上网 很快 他发现隔壁座的一名男子正在睡觉 于是他开始四处观察周边的情况 并多次起身离开座位 在确认周围没有人注意之后 黑衣男子走向隔壁座位 拿起桌上的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下 四处溜大一圈后 他又走了回来 拿走了桌上的两部手机 顺手关上自己的电脑 迅速离开了现场 根据他这个平时的轨迹 然后判断 可能是会出现在乌图下铺里这一带 那天上午差不多10点到11点左右 我们在那个路口那边等候 远远的我们就看到他走过来 然后一眼我们就认出是嫌疑人叶某 那我们兵分几入包抄 警察26岁的嫌疑人叶某是本地人 曾因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行为 五次入狱 警方初步查明 从去年年底开始 叶某先后在同安辖区趁人不备 盗走他人手机 累计作案无起 可能有赌博那些行为 可能在外面有欠债 他都不敢回家 平时就住在乌图那边 在今年17年的12月份 他可能是因为手头绝技 租住的房子都退掉了 那平时只能是住在网吧 在这种地方过夜 目前犯罪嫌疑人叶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玉伯菲 段志伟 特约记者陈贤报道 说起诈骗手段 冒充公检法呢 已经是一种老套路了 但是近日有两名群众 接到诈骗电话以后 还是差一点上了骗子的当 那么在行骗中 骗子究竟用了哪些说辞 让受害人信以为真呢 一起来看 冯先生是一名保安 一天中午一点多 正在值班的冯先生 接到冒充厦门电信局工作人员 打来的电话 对方告知冯先生 他的手机即将被停机 冯先生觉得莫名其妙 就反问对方为什么要停机 对方告诉冯先生 停机的具体原因 可以询问云南省公安厅的杨警官 随后 电话那头就换成了一名杨警官接听了电话 他说云南省空明市 有一个张云的犯罪团伙 就是你在里一起的 他说你老老实实的交代 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交代的话 我们马上通过小明市公安就 马上逮捕你 冯先生回忆 自己当时确实是被杨警官严厉的口气 给吓坏了 当杨警官要求冯先生说出自己的姓名 家庭地址 身份证号码和银行卡号时 冯先生头脑一蒙 全都告诉了对方 之后一名自称云南省公安厅厅长的人 继续与冯先生通话 对方表示 想要证明自己清白 就必须让警方验证银行账户里的资金 根据厅长的要求 冯先生回家取了银行卡 然后准备去银行将钱转入指定账户 这时回过神来的冯先生越想越不对劲 最终冯先生没有转账 并立即向派出所民警咨询 当民警告知 这是一种诈骗手段 拒绝转账是对的 冯先生这才送了一口气 巧合的是 家住电钱社区的吴老先生 也遭遇到冒充公检法的诈骗 骗子同样以涉案需要配合调查的借口 要求吴老先生将钱转账到指定账户 在诈骗过程中 为了不让吴老先生与外界取得联系 骗子在一个多小时内 不间断对吴老先生进行电话轰炸 感觉不对吴老先生赶紧报警求助 社区民警立即赶到吴老先生家中 彻底打消了吴老先生想要转账的念头 警方提示 公检法机构不会以任何理由 要求群众进行转账 凡是要求转账的都是在诈骗 记者谢从斌 吴国豪报道 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到了晚上七点呢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43 空气质量为优 另外今天是周末 我们也来总结一下 本周各个区的一个空气质量情况 本周空气最好的是极美区海舱区 其次是斯明同安 祥安 湖里区 湖里区空气质量排名高的主要原因呢 是二氧化氮 PM2.5的浓度偏高了 在西安呢 有一座除埋塔 被这个网友亲切地称为 最大号的空气净化器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来看一下 除埋塔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 重点实验项目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 塔高60多米 塔内直径为10米 该实验项目的主要构建 由极热棚 风机 镀膜玻璃等部分组成 每一处构建都能对除埋起到一定的作用 极热棚的主要作用是聚集空气 并通过镀膜玻璃对空气加热 促使热气流上升 由于极热棚内设置了过滤网墙 当被污染的空气进入过滤网墙时 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和杂质可以被过滤掉 风机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风机叶片的运转 加速推动空气的流动 从而提升净化空气的效率 镀膜玻璃是在普通单层钢化玻璃的表面两侧 喷吐化学催化试剂加工而成 该催化剂可以有效降低空气中的 成埋因子的活性 从而提高除埋效果 目前除埋塔主体工程已建成完工 正处于试验阶段 根据前期的试验结果来看 这座空气净化塔对改善空气质量 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 另外今天眼前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过散条件一半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为凉 会受到二氧化氮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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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